他一点点丢了命呢 原来是桃渊有一名纯姓男子 日前在处理渔祸的时候 不小心被鱼刺伤了手指 没有想到一开始不以为意 回家之后就开始发高烧 左手到上臂开始肿大涨水泡 紧急到了医院检查才发现 原来他感染了海洋湖菌 还引发了严重的枪食症候群 紧急开刀之后才救回一命 鱼鳞那个刮的那个不要刮到手 拿起新鲜鱼获 鱼饭忙着鲨鱼处理鱼鳞 但如果手上有伤口 可能会被海洋湖菌入侵而感染 桃渊就有一名50岁的陈姓渝民 被鱼刺伤之后感染海洋湖菌 引起严重的枪食症候群 紧急开刀治疗后 及时救回一命 八九年前被那个鱼鱼刺到这里 缝了两层 现在第九年 它摸到海味鱼 海洋湖菌其实是栖息在海里的细菌 通常附着在有颗类 像是食用生蚝 蚌类 或是螃蟹等海产外表 因此一旦被海中生物刺伤 就会导致细菌感染 不少案例因此引发败血症或是菌血症 面临截肢及轻创造成生命危险 手被发子肿胀还出血 这是一名84岁黄姓阿嬷的手 她买螃蟹被熬割伤 本来不以为意 结果感染海洋湖菌 短短四天命丧黄泉 台中也有59岁的刘姓妇人 被活虾前端刺伤 右小腿感染海洋湖菌 伤口持续恶化印发败血症 最后不幸丧命 假使有身体免疫功能不好 糖尿病 肝症功能不好的病人的时候 她感染之后 若是没有急速去治疗的话 就可能造成组织严重的感染